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正下可能真的幻想了妄想被迫害症的 而且病情愈來愈嚴重 路透社8月15日引述消息說 兩名美國國會議員 今週寫信給拜登政府 要求對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 普聯技術有限公司TP-Link 和它附屬的企業展開調查 以查明它生產的無線路由器 是否存在著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 他們宣稱這些設備 可用於對美國的網絡攻擊 根據全球知名的科技市場研究機構 IDC公司的資料 專注於消費市場的普聯技術 是全球無線路由器銷量最高的廠商 反華出名的美國眾議院 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籍的眾議員穆來納爾 以及這個機構首席民主黨議員 克里·希臘·莫爾蒂 寫信給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要求對普聯技術的產品展開調查 根據路透社獲得的這封聯名信說 他們兩人列舉了普聯技術產品中 已知的所謂固件漏洞 要求商務部核查與中國有關聯的小型辦公室 或家庭辦公室路由器構成的威脅 特別是那些由世界最大製造商 普聯技術生產的路由器 兩人還聲稱這是一個明顯的國家安全漏洞 從網聯汽車到電動汽車電池 再到起重機甚至是大選 為了炒作中國威脅 部分美國政客的想像力 可以說是好過很多荷里活的編劇 不過這些反華政客的背後 他們的身體往往很誠實 正在競逐美國大選的前總統特朗普 在任期間搞出與中國的貿易戰 更加指新官大流行是中國病毒所致 可以說是美國政客反華的極致版 但他在競選活動中 繼早前被發現用中企的充電簿之後 他的粉絲原來都成為了中國產品的支持者 《南華早報》8月16日報導說 為了回應特朗普的粉絲和收藏者的異烈呼聲 世界上最大的搖頭公仔收藏展 美國搖頭公仔名人堂和博物館 以及美國知名的廠商 近日接連推出以特朗普 預食未遂事件為設計靈感的新款搖頭公仔 根據報導 雖然特朗普一再叫囂重返白宮後 要進一步對華加徵關稅 但這些美國廠商都承認 他們所售賣的公仔幾乎全部都是來自中國的 他們還坦然增加的關稅 最終就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也就是說特朗普支持者的頭上 而且出於生產效益的考慮 他們並沒有打算找尋替代的進口來源 報導發現尤其尷尬的是 一些特朗普的粉絲創建的電商平台 也會售賣這類的公仔 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忍去了產品的生產地 上顯一出掩耳盜鈴的戲碼 收到貨後才看到中國製造標籤的特朗普支持者 大叫自己上檔 7月13日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舉行的 極轉集會時遭遇槍擊刺殺事件 猶以受傷 也在這一天 特朗普拍了一張他的人生高光照片 在美國國旗下他頂著一面的血 高舉拳頭大聲立喊 就好像一副鐵血猛看的美國英雄形象 就在刺殺事件發生10天後 美國搖頭公仔名人堂和系博物館推出了 兩個造型為圓形設計的搖頭公仔 每個售價就是30美元 預計將會在12月開始發貨 聯合始創人兼首席執行官斯克拉爾就說 特朗普的粉絲和收藏者對這款公仔的需求 好像潮水般湧來 自7月24日宣布預售以來 已經有1,000多個訂單 不過斯克拉爾就透露 特朗普公仔的受歡迎程度 意味著如果他威脅對來自中國的所有商品 徵收60%或是更高關稅 他的粉絲將會蒙受損失 因為目前所有的工仔都是在中國生產 斯克拉爾告訴南華總部的記者 他的博物館一直與中國廈門的幾家不同的工廠合作 過去三、四十年在中國生產製造比在本土更具經濟性的 當被問到特朗普主張關稅政策將會對公司的業務產生什麼影響的時候 他就明確地回答說 這個肯定會導致價格上漲的 這個也會大大限制了體育場贈送的宣傳用途的搖頭公仔的數量 根據斯克拉爾說 搖頭公仔的利潤一般在40%至50%之間 這個取決於產量 目前的進口關稅不會影響成本 但如果特朗普提議對所有的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得以實施 預計價格將會大幅上漲 他說這可能會導致價格要上漲30%至60% 這要視乎工廠能不能降低成本抵消部分的稅收 但是斯克拉爾並沒有打算找尋其他進口來源 中國工廠仍然是他的第一選擇 他說除非出現巨額關稅或貿易禁令等重大問題 而美國知名搖頭公仔廠商Royal Bubbles也製作了 握著拳頭版本的特朗普公仔 Royal Bubbles的羅瓦爾說 隨著競選季的到來 銷量出現一個高峰 特朗普公仔已經成為了本季的寵兒 就像過去兩個選舉週期一樣 同樣地這間品牌的公仔 也是全部都在中國生產的 羅瓦爾就直言在美國生產這類的產品並不划算 本土只會進行產品設計 羅瓦爾也說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要低很多 中國也有更多藝術家和技術人員 知道如何製作這類的產品 至於關稅導致的價格上漲 最終就會由消費者來埋單 南華早報的報導中還注意到 有幾家特朗普粉絲正在營運的網站 也在出售這類的搖頭公仔 但大多數的商家對於這些公仔的產地就閉口不提 一家名為自豪愛國者的電商所售賣的 特朗普終結者搖頭公仔 售價是25美元 目前在亞馬遜平台上最受歡迎的搖頭公仔產品之一 這家將自己標榜為一家擁有美國工人的美國企業 宣稱在密歇根州和紐約州設有倉庫 但卻沒有回應這些公仔是否從中國進口 不過在亞馬遜平台的品質好評的買家評論中 不少的買家提到產品上是標榜中國製造的 甚至有特朗普的粉絲說 雖然產品的品質和賣家展示的一樣優秀 但網店上的產品介紹是美國製造 但收到貨時就寫著中國製造 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特朗普任內曾對中國等國進口商品大幅加徵關稅 隨著他重返白宮的可能性增加 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引發了外界擔憂 美國媒體《紐約時報》就曾報道說 特朗普曾向眾議院共和黨人透露了一個核心政策 就是會削減聯邦所得稅的同時 大幅提高外國商品關稅來獲得收入 但經濟學家就警告在提高關稅的同時 減稅可能會擴大貧富差距 從而產生有害後果 因為公司通常會以提高價格的方式 將關稅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低收入家庭將會首當其衝 因為他們被迫將更大比例的收入花在商品上 由於很多低收入工人債的錢 還未達到繳納聯邦所得稅的門檻 因而減稅往往是令富裕階層的美國人獲得更多利益 而中國方面就曾多次表示 美國政府徵稅行為是典型的貿易霸凌主義 正在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全 阻礙全球經濟復甦步伐 引發全球市場動盪 還將會波及到全球更多無辜的跨國企業 一般企業和普通消費者 不僅無助還將會有損美國企業和人民利益 南華早報早前引述多名專家和分析人士說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宮 中國或將會面臨關稅海嘯 但中國的心態相對幾年前已經完全不同 國內政商界幾乎已經做好了 應對最壞情況的充分準備 結論就是由特朗普開始 本身就是一個雙重標準的代表 自己口說要令美國偉大、美國優先 但狂加中國關稅只是輔助美國基層民眾 大多數商家都會將關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而第二種雙重標準的代表人物 就是所謂的特朗普忠實粉絲 他們口說支持特朗普反華政策 但就在平台上借著特朗普的熱血形象 實質就是販賣來自中國的商品 還不敢回應傳媒的查詢 其實就是為了賺那些特朗普忠實粉絲的錢 什麼美國再偉大 美國優先只是口號 自己的荷包優先就真了 第三 無論是拜登還是特朗普對中國產品加關稅 大部分都是由美國企業自己吸納 再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這些是典型的 雙敵八百 自商一千 都不知道怎樣可以令美國會再偉大的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